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说前面的犯规 那么很多观众可能会觉得 李重宰的当时也有守恒动作 但是短道速化是这样的 通常超越者会承担更大的一部分责任 一旦有争议的时候 这样超越者责任会大一些 那么另外在500米半决赛的时候 我们看到刘秋红 跟在最后跟加拿大的Jessica有一个超越 当时她的位置没有站稳 后来也被反超回来 那么那个表现 我觉得还是她自己本身的一些技术上 还是有欠缺的地方 那么幸好这不是奥运会 那么通过这场比赛 我也希望她回去好好总结一下 她技术方面的 那500米决赛 王萌在我看来还是有绝对的实力 那么还有包括赵楠楠 那么在决赛当中怎么样去配合 我对这块金牌的信心还是很大的 应该说选手们都在新赛季的开始 在找感觉 我们也希望中国军团 从这种比赛当中 能够不断地总结经验 为明年的奥运会做好准备 那么现场的扫兵 大概还有十来分钟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我们为您插播之前进行的 男女1500米的金牌争夺战 第一道是韩国队的调胜利 第一道是韩国队的调胜利 第二道是韩国队的调胜利 第二道是美国选手 德里克金伯利 德里克金伯利 第三道是韩国选手李灵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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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道是中国选手李灵溪 刚刚那一名 另外一名韩国选手 刚刚被判掉的那名韩国选手 叫赵海玉 赵海玉 对 赵海玉 就刚刚从滑跑的过程当中来讲 我觉得赵海玉 在这三名韩国运动员当中 实力应该是最强的 所以他有那个胆量 也有那个信心去尝试 和周扬争夺这个小组的第一位 但是很遗憾 犯规了 所以这两名韩国选手来讲 可能不会有赵海玉那么强的实力 那么周扬的实力 我觉得在这六名选手当中 应该是最强的 如果不出大的意外的话 我觉得这个金牌应该是中国队的 是的 在朴胜益和李元熙 这个上赛季还没听到过他们的名字呢 好像李元熙是 上赛季有的 对 朴胜益好像也是迎期赛季 现在在领阀的是 197号是德里克金波利 周扬紧跟第二位 然后孙伶益现在是在第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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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周扬的身后是李元熙 现在几乎都没有什么动静 可以看出来现在 周扬后面有一个韩国选手 孙伶益后面有一个韩国选手 形成了一丁一的 对 对 这也是我们以前经常用的一种打法 一丁一 现在孙伶益 刚刚应该想要动 孙伶益要起诉了 孙伶益要起诉了 这时候我的周扬肯定也会 孙伶益继续加速 孙伶益要的是第一位应该 想要第一位 要么就过去 要么就插进去 不要在外面犹豫 抄不过去 孙伶益刚才不够果断 但是现在好的是 中国的两名选手穿在了一起 不能让他再过了 不能 周扬起诉了 继续走 周扬外面继续走 周扬加速 来到第二位 周扬加速 周扬 过来之后还有两条 掌握好 掌握好 稳一下再继续 继续过 不要把力道让出来 继续走 继续走 好的 继续滑起来 就应该没问题了 两名韩国选手也在争 我们可以看出来 对 周扬一直滑 刚才周扬是面临两面夹攻的 对 好的 其实周扬看出来很轻松 最后两圈过得也比较轻松 滑得也比较清楚 周扬在两名韩国选手夹击的这个状况之下 对对对 能够冲出来还是一个实力的体现 对对对 这样周扬获得了女子1500米的冠军 也是本次比赛第一块金牌 刚才我们看到后边的时候 韩国的两名选手也在相互的竞争 是 所以可以说他们对内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 其实今天的这个战术到最后打的是 如果不是周扬他的实力比较突出的话 反正前面的状况是显得有点状况百出 对对 有一点 有点悬 特别是孙林林那个时候 还有七八圈的时候 他从外道起诉想上到第一位 但是韩国队员没有给他上到第一位的机会 那个时候他要么就马上插进第二位 保住自己的第二位置 要么就一鼓作气的从外面直接要到第一想要的位置 短刀速滑其实很怕犹豫 怕队员在滑跑过程中犹豫 每一个情况都是转瞬即逝的 可能在0.5秒都用不了一秒的时候 发生了很多的状况 那么你那个 看看三名韩国选手 说两名加拿大